原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台南市对台南现在这一场南区少年棒球比赛 因为现场观众拥挤的情形打破了空前记录 台南市立棒球场的围墙很矮 票卖完了以后 从大门跟围墙挤进去的人越来越多 内外也都站满了人 有限的警力已经不足够维持混乱的次序 因此在前两场比赛完了之后 连投手的位置都挤满了人 比赛根本就没办法进行了 由于场地破坏的很厉害 因此棒球场必须要经过整球之后才可以继续进行 至于在重新比赛的时间 现在在明天下午两点钟有关方面开会之后才能决定 台南市的观众有人打电话 威胁台南市棒球委员会说 台南市跟台南市的比赛 台南市必须要赢才可以 因此他们为了安全起见 现在要求有关单位保护他们 现在要求有关单位保护他们的观众 在重新比赛里面保护他们的观众 在重新比赛里面保护他们的观众